陆方舱的医疗领队 想跟你说一下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抢救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你们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呢 为什么这个事情从昨天晚上发生了 没有任何人给通知我呢 不是 我现在回复你这个抢救这个情况 你要不要听 我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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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听是吧 是 好的 他是大概9点10分左右 然后跟室友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说是想睡觉了 网络不好 然后就准备就是一直还在讲话 一直在聊天 然后等到要关灯睡觉的时候 他的室友就听了咚一声响 他掉的从床上就是可能摔下来了 摔下来以后的话 当时就发现他呼吸心跳不是很稳定 然后出现颈动脉活动消失 然后我们马上把他送到抢救室 送到抢救室的话 进行了几次的电除颤 胸外心脏按压 面罩吸氧 然后打电话紧急叫120 叫120之后送到罗电医院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我父亲跟室友一起居住是吗 对 他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我想问一下 我父亲是从3月31号 被你们隔离带走 到了4月24号死亡这么久的时间 25天 整整25天 为什么他没有被你们放出来 他的核酸一直都是阳性吗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25天了 我们接手他是4月21号 前面在哪里情况我不清楚 我们是4月21号才到我们这地方的 4月21号到我们这个方舱来的 我的父亲 前面可能是在金河路吧 金河路方舱 但是我们接手就是4月21号凌晨才送到我们方舱来的 为什么要转运呢 为什么要转运过来呢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只是这边方舱的医疗领队 只负责就是病人的救治啊抢救这些情况 你是医疗 你是那个就是这边医疗领队是吗 对的 我我父亲没有任何基础疾病 他就突然在晚上的时候是是室友来提告诉你们 然后我父亲不行了 然后他就去世了是吗 对 然后我们进行抢救 就是中间没有耽误一秒钟是吗 没有耽误 那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的父亲昨天晚上去世之后没有人给我们电话呢 我们送到罗电医院去了 罗电医院的话如果这个病人死亡了 应该是罗电医院给你们有个电话有个回复吧 可是我方舱医院为什么也没有进到通知家属的义务呢 毕竟昨天晚上你们医院告诉我他们在送来之前人已经死亡了 方舱医院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看一下那个120的记录 我们当时送过来的时候的话病人是病情已经是很危险很危很危险了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我只能就是说把这个抢救的一个经过抢救了一个记录 告诉你没有耽误什么情况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是否你们在这个方舱医院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提供监控录像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监控录像因为我们这是临时搭起来的这个 检疫的一个集装箱里面还没有录像的设备 没有录像的设备是吗 所以说就是我父亲到底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是吗 我们有医生部在有抢救记录 有抢救记录 还有你的室友 还有他的室友 他的室友这个情况 住进来以后的话 病有没有什么病情变化怎么样 我们这个都有记录的 公安局还有笔录 他一直是很好的跟我们讲话 也就是吃饭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父亲的核酸检测报告一直都是养性吗 我想问 后面几天 过来的是21号过来的时候 22号23号这几天已经是阴性了 我们准备就安排他明天要出院了 你已经安排他明天出院了今天 对已经上了出院的名单了 准备明天安排他出院了 你确定了对吧 因为具体在前面什么时候做核酸 我们都不太清楚 在我们这里我们是给他做核酸的 所以明天就出院了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金潮路这个医学点有问题 所以才会转移到你们这个点的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了 还有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能否把那个叫什么 那个室友的电话给我一个 室友的电话 这个是我们不能给你的 这个你可以去问他的室友 这都可以的 我问是我爸爸去世了 我爸爸去世了 我叫我问谁哪个室友 就是他的这个情况 他的父亲 你父亲室友这个 手机这个情况 我不能告诉你的 对吧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我父亲的 我父亲去世了 我不知道原因 然后甚至都不知道 我父亲怎么去世的 不知道怎么死的 然后你不愿意 告诉我室友的电话 是这样吗 就是要照顾到别人的隐私 需要照顾到别人的隐私 是吗 就是你确定需要照顾到别人的隐私 然后你不考虑一下病人 就我们病人 就去世的家属的一个感受 这个你如果这样子那个心脏 对啊 你到时候罗电医院 他会给你一些东西的 好吧 而且毕竟是离开我们的时候 还没有去世 对吧 他离开你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医生已经就准确的说明了 已经给我了诊断报告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这个具体情况的话 就是死亡原因啊 什么情况 因为猝死也这种情况是也 可能性也有的 所以说他发现这种 一分钟之前还在讲完 一分钟之后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原因不太好 我父亲身体很好 他没有基础性疾病 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诉求 能否帮我把我父亲的遗体给安排好 我们肯定是要走 走司法途径 或者说我们肯定是要做 做身体的检查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上面都想的 这个的话你要去跟罗电医院沟通了 因为你父亲尸体在罗电医院 我们就是方舱语言 是临时搭起来的 懂吗 我明白了 就是说我现在可能 只有找谁都不行 只有一步步去找罗电医院 罗电医院跟我说找不到不行 要干净活化 然后你这边说没有办法 你尸体这个情况 就是你要对你父亲的情况 要搞得清楚的话 他的尸体现在是在罗电医院 你只有找罗电医院 行你这个电话一直都通的对吧 一直都在的对吧 可以的 可以的 有问题我会问您好吗 谢谢您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好的 行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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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